得银谢病的女孩 这是由木叶偏仙分享的第131个英国故事 这个故事由知音十国的一位粉丝讲述 故事中的我指的是讲述人 木叶你好 我的这个英国故事我整理了好几天 下面讲出来望大家演绎为鉴 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小时候我身体不好常常生病 记忆中经常去医院打针输液 记得在我七八岁时又是一次输液 输完后我对那输液器很感兴趣 非闹着要把输液器带回家 经不住我的闹头 父母和医生都妥协了 同意把输液器给我 于是我拿着输液器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我家大院有两棵大树 到了夏天树上会有一种昆虫 我们叫它花大姐 从医院回来后就突发奇想 想给这些花大姐打打针 于是我和几个小伙伴就抓了很多只花大姐 在针筒里装了凉水 并挖着凉水注射到花大姐的肚子 一只 两只 三只 很多只被注射了的花大姐 肚子胀得鼓鼓的 它们扇动翅膀想飞回树上 却飞不起来 只能一拐一拐地 痛苦地爬着 看着这些被注射的花大姐 我和小伙伴们很开心 后来想想 当时真是太残忍了 这事没过多久 我身体就出问题了 浑身欺氧不比 还掉皮屑 一层一层 又一层地掉 从头顶到四肢 全身都在掉皮屑 父母带着我 全国各地地看病 而医院的诊断 也说法不一 有的诊断为牛皮血 有的诊断为蟹液病 还有诊断 红邦囊仓 为了治病 花钱如流水 而我的妈妈 看着她心爱的女人兽 几乎每天都一泪洗面 最后 西安附属二院 却找了银蟹病 这个病会反复发作 一发作就全身掉皮屑 起氧无比 痛苦难当 在季节焦气的时候 就更痛苦 得这种病的同时 又会免疫力下降 我很容易感冒生病 如果感冒 银蟹病就会加重 就这样反复发作 恶性循环症 我这一病就是二十年 在生病的二十年里 我从没有穿过裙子 我的头发全部剃光 平时只能戴假发 全身的皮肤没有完整 我每天都会病痛折磨着 吃着没完没了的中药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我总在问 自己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为什么家里人没有 就我有 医院里的答案是 隔代遗传 在我病痛最严重的时候 我很绝望 容了放弃自己的念头 或许是上天垂润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我的一位朋友引见我 认识了他爷爷 据说 他的爷爷是个神医 现在已经过世了 当时 我也只是抱着好奇心 去见他爷爷的 而我的命运 因此而改变了 朋友的爷爷 是个佛家人 那天 我去他家的时候 佛堂念佛基里 正播放着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文 爷爷给我讲佛法 讲了很多很多 他建议我念诵 地藏菩萨本愿经 并回向给那些 我伤害过的众生 我接受了 慢慢地开始学习佛法 并发心念诵 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 慢慢地 我的生活起了变化 我的病竟然慢慢好起来了 我看到了希望 于是就归于佛门 做了在家修行的巨事 现在 我的银穴病 已经痊愈了 这种病得了二十年 还能痊愈的人几乎没有 这真是奇迹 而我也知道 当年被我折腾的花大姐们 已经原谅我了 如今 我已经结婚生子 身体很健康 大耳机已经瘤碎了 二胎的宝宝 如今在肚子里 两个多月了 我身上 现在还有以前生病时 留下的一块一块的 亨色的沉淀印记 他们时刻提醒我 祝恶莫作 祝善奉行 我把我的故事分享出来 也是希望大家能 祝恶莫作 祝善奉行 木野偏先感言 无知无畏 常常住下大错 而不自知 我们有多少孩子 是知道对待万物 都该像对待人一样 慈悲的呢 大人都不知 不信英国 更不用说孩子了吧 木野想对有缘的朋友说 您可以不信英国 但请奉行 祝恶莫作 祝善奉行 这会让您的人生 平安幸福 更希望您把这个观念 交受给您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善奉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